本节目由跑酷协会赞助播出 最巨大表现的一类游戏了 而近期跑酷游戏呢也是井喷式上架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最近上架的这些跑酷游戏吧 首先要说的第一款游戏呢叫SkyBone 从画面来看呢这款游戏对于跑酷游戏 绝对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3D加上制作精细的背景环境 飞行形态都是无可调剔的 但是影响是更加出色哦 鼓整的节奏跟画面相得一张 哇哦我居然能写出这么有文采的稿子 我自己都醉了 影画表现四颗星 再次的操作方式 这款跑酷游戏采用的是摇杆操作 对你没有看错就是下来这个摇杆 最重要的是呢画面的视角也是不固定的 或随着你的操作变化就经常导致 不小心飞到很高 已经下不来了 脱不下来啊摇杆太短太短啊 操作方式 两个核心 下面再来说说核心系统 其实跑酷操作呢 这款游戏还是非常耐玩的 双方是能量条 呃就是能量条吧 我也在想叫什么 当能量条耗尽的时候呢 你就挂了 能量条呢 也不只是只有这一管 还可以注意二 然后桌机的屁屁上就会冒出火花 嘿嘿嘿 目前呢一共有四种桌机可以选择 一开始呢 当然只能选择一种啦 其他的后续呢才可以解锁 然后寻找出口的故事 游戏创意十足 整个画面呢都采用了漫画的格式 玩家要控制这个小人跑出漫画 而且游戏的细节制作呢 也是非常到位 比如说音效表现呢 主角头上的标志啊等等 玩腻了正常的跑酷游戏的小伙伴们 可以体验一下这款游戏啦 检测结果 有效 闪电侠十一月就正式开播了 大概这个游戏加上闪电侠的标签 是为了给电视剧造势吧 可是闪电侠搞戏的不是绿界侠嘛 好多小子也都乱了 好吧 其实这款游戏像极了之前很受欢迎的 蜘蛛侠极限 但是画面上来说 蜘蛛侠就明显精细了很多 包括剧情的设计等等 明显要用心很多嘛 不过尽管如此 单独看这款游戏呢 还是很不错的哟 花钱什么的就真的没有必要了 我一切屌丝 除非你是一定要收集其所有超级英雄都好 那么我只能跟你说 请你一定要跟我做朋友 检测结果 明白啦 银河狂奔出现外星系 这游戏名字挺长的嘛 这款跑酷游戏作品中呢 使用了宇宙方面的题材 这个画风确实比较抽象 飞船在三条航道上切换躲避障碍物 飞船也可以射击打掉障碍物 简单 耐玩 毕竟打飞机什么的 大家还是非常喜闻乐见的嘛 看我强壮的左手 检测结果 骨格 简风机梦 战斗人员请注意回避 又到了泡妹子的时刻了 长得丑还想泡妹子 没错 就是用这款CVTROM来泡妹子吧 这画风不谈了 妹子能不喜欢 不仅人物形象设计的赞 后面跟着冰棍更是戳到萌 也窝了个去哪里 萌萌在哪里呀 推荐给妹子玩这个游戏 还怕妹子不喜欢你 别走啊 我不是变态呀 你就是变态 检测结果 骨格 好了 这一期的一周手游 之前报告的这里就要结束了 跑酷游戏呢 还是非常耐玩的 喜欢的玩家们呢 就赶快去下载试试吧 片尾的问题来了 片中乱入的某个游戏 画面截图是什么呢 截屏后 在论坛或者危险中 回复给我们吧 大将再召唤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